我们看到这个赛德克芭莱正式上映 周边商品卖得非常的吓吓叫 像是有和电影公司合作推出的赛德克专属饮品 还是用小米酒特调的 还有电影公司的脑筋动得很快 推出了Q版 抱枕 也受到女性观众的欢迎 加入糖浆 冰块 还有气泡水 本来正常的调饮料步骤 奇怪 怎么旁边放了一罐小米酒 而且就这样倒进了饮料里 特调的小米酒沙瓦不到五分钟就完成了 接着炎热天气再来一杯梅汁绿茶 别以为这两杯饮料只是新产品 看看旁边电视萤幕播放的赛德克芭莱 原来现在连饮料店都和电影合作 推出了赛德克专属饮品 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然后而且我后来看到他有加小米酒进去 然后这样子喝起来 其实就刚好跟电影赛德克芭莱 他还蛮符合他有一个原住民的意味在里面 不只喝的有专属电影公司头脑冻得快 以赛德克人的造型出Q版的玩偶 两个秃秃的脚就像是代表战士的头发 还有猎枪上面还穿了一个赛德克的服饰 被网友说是阳刚店里面最可爱的周边商品 在看完电影之后有一些小东西可以做正常 那不一定是阳刚的也有Q版的 周边商品越出越多 预购商品早就卖光了 也看得出来赛德克芭莱不止票房热销 商机也无限 总员您这路配于台北采访不到